欢迎来到新元与胖奎 我来填坑了 之前说要做一个精明版的种植箱 那么今天来了 这次我还加装了轮子 方便领导推进推出 这里先看看成品效果 我还是挺满意的 其实箱子的尺寸你可以随便来 按照你的喜好可大可小 只要你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箱子的长宽的比例 要控制在1比1.5到1比2之间 太短或者太长都会不太好看 我这次做的这个箱子 长短比例是1比2的 具体尺寸我放在简介里了 欢迎参考 那么想要做和我这个一模一样的 可以这样购买材料 买五个这种户外的fence 很便宜 只要两美金多一点一条 这种是防抚目 所以风吹日晒都没有问题 你可以放在室外 不过就是表面很粗糙 所以这里会多一步 需要打磨和上户外漆的 还有的材料 就是需要购买这种长条状的木棍 尺寸是2inch乘4inch乘6个feet 三根 那么木材就熄火了 我这次用的木材不全是新买的 有一大半都以前剩下的 所以我会多一点步骤 我会提醒大家的 话不多说 开始第一步 切割侧板木材 侧板还是一样用fence的那个木材 我用的是Metosol 斜切锯切割的 你可以用圆锯手锯都可以 但是要确保一点的是 所有的木材长度一定要一样 误差尽量做到最小 因为这会影响到最后 整个种植箱的美观程度 需要切割的长度是 长侧板是36inch 短侧板是19个inch 我这里会比大家多一步 我这里的侧板是9inch宽的 所以我会把木板从中间一切为二 那么每块的木板就是4.5inch宽 如果你买的是fence木材 那个是5.5inch宽的 我也建议你裁成4.5inch的宽度 因为fence的边都很毛躁 切了会很好看 如果你不想裁fence的边 那你修改一下尺寸我也会写在简介里面的 这次切割我用的是自制的台锯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之前的圆锯变台锯的教程 不到30你就可以用台锯 由于我这里是个斜坡 所以一定要用夹子把整个锯子固定住 不然会滑动很危险 老样子还是用电缆扎带 把圆锯的电源控制在打开的状态 挡板我是用一根很长的水平仪 外加加钱 没有水平仪的话 你完全可以用另外一块木板或者木头 或者任何硬的长方体 我还用了三角尺帮助我确认切割的是直线 用卷尺测两号水平仪的位置夹住 然后开始切割 因为刀片不大 所以切记木头前进的速度不要太快 不然可能会卡住 很危险 在使用的时候我也发现 这个锯子的缺点就是台面太短 如果我的木头太长 那么我锯到一半的时候 木头就会因为重力 再锯好的那一头往下沉 这样很容易卡住锯子或造成危险 所以锯长木头的时候需要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端扶着木头 这样会好很多 如果你实在是找不到人 那你就要找另外一张桌子 确保你切好的木头掉下来的时候有着力点 这样就可以了 切完了两种侧板就像这样 长的38inch 短的19inch 一共需要6块长的侧板和6块短的侧板 接下来要切割长的post 这些柱子 它就相当于整个种植箱的frame 框架 一共需要以下尺寸的柱子 一共是两个38inch长的2×4的柱子 和11个12inch长的2×4的柱子 所有的柱子切好之后 就尝试着拼起来一下 这样就可以看到种植箱的大概样子了 按照这种摆放方法 这里需要提醒一下的是 这里竖着的那四个柱子一定要像这样摆放 是因为考虑到受力的原因 一会儿之后装侧板的时候会说 这就是种植箱的框架 因为都是2×4的木材 这个箱子会非常结实 比之前的那个粗糙板那个要结实很多 切割这些柱子 我是用Metasol斜切锯切的 使用画法可以看之前的视频 我偷了个懒 因为都是38inch的 所以我直接拿长的那块侧板 对比一下就切了 像这样 所有的柱子也可以像这样 对比一下 一切就很快 这次木材固定不用钉枪 敢用Pocket Hole Jack 口袋斜口钻孔器 这个的好处是更牢固 不过比较贵一点 我买给的是Quack这个牌子的 这款里面有个木头钻头 钻头延长器 口袋斜口钻孔器 和一些钉子和木栓 配合使用的时候 还需要买这种特殊的螺丝 注意是 如果种植箱要放在户外 那就要买这种户外的钉 是蓝色的 很好辨认 长度的话就要看这个表格了 这个是口袋斜口钻孔器附带的 这个种植箱的框架是2×4的柱子 虽然后度是标2inch 但实际木材的厚度其实只有1.5inch 就像现在测量的一样 这种尺寸的差距 其实是因为木材加工时候收缩的原因 所以根据表格 1.5inch厚度的木材 就需要2.5inch长的螺丝就对了 口袋斜口钻孔器的原理 其实就是这样 在两块木头的接口处 这个螺丝这样斜着打进去 就这么简单 这里附上一个侧面图 就一目了然了 螺丝是打进木头里边的 但没有打穿这块木头 这样更加美观 而且也牢固 那么如何使用口袋斜口钻孔器呢 口袋斜口钻孔器的两边是有刻度的 这个刻度就对应了木材的厚度 还记得柱子的厚度吗 对是1.5inch 所以只要把两边像这样移动到箭头 指着1.5的刻度就可以了 顺带一提 这款的两边的尺还挺硬的 如果凸手掰不动的话 可以像我一样用螺丝刀像这样 那么下一步还要在转头上 安装一个stopper停止器 这样才不会把木头打穿 安装的位置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盒子上有标注 就在这里 把钻头放在这个槽里 这里的刻度也是一样 对应木材的厚度 因为框架的厚度是1.5inch 所以这个停止器就要安装在刻度1.5的地方 弄好位置后 记得用附带的L型扳手拧紧 像这样就可以了 钻头插进电钻 试着摆放一下 就会发现口袋斜口钻孔器会动 所以使用的时候还要用一个夹子 把这个东西夹住 好了 马上试一下 随便找个小桌子或者桌子或者椅子 口袋斜口钻孔器放好位置 用夹子把口袋斜口钻孔器和木块都夹住 然后电钻开始钻 因为安装了钻头停止器 所以不用担心钻穿 钻到底就对了 最后的成品就像这样 我也是第一次 看起来很成功 相信你也可以 这里再仔细介绍一下 这个专用的螺丝 蓝色的这款是户外用的 银色的就是一般的一个螺丝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蓝色的专用螺丝的螺丝头下面 是平的 一般的螺丝下面头是尖的 原因是一般的螺丝的最终目的是要打进木材里面 所以头是尖的 这样瘦力面积小压力大 口袋斜口螺丝 它的螺丝口是平的 却是防止螺丝继续打穿这块木材 因为口袋斜口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打穿了的话就抓不住木头了 同样的方法 先把四根树枝的立柱的斜口都打好 注意这里的柱子都是只要在一边打口 因为另外一边是空的 如果你想给这个种植箱加个盖子 那么也需要在另外一边也打孔 现在这款没有盖子 所以只要像现在一样在一边 打两个斜口就可以了 开孔的时候木屑很多 可以一边钻一边吹掉一点 不然木屑很容易卡进孔里面 方法正确的话 所有的孔都不应该打穿 就像这样一样 安装立柱的位置就应该像这样 开的孔朝下 边缘要尽量贴着底盘的边缘 因为之后要钉侧板 然后蓝色螺丝打进去就可以了 我还用了WOOGREW木头胶水加固一下 你也可以不用 不过这东西很便宜 那么开始安装 装上口袋斜口装孔器 附带的钻头延长器 先按照这样的摆放位置 放好立柱 记得孔梁朝下 可以用三角尺 确保是垂直的夹角 然后底部涂上木头胶水 把蓝色的螺丝打进去 注意打螺丝的时候 木头可能会被撑起来 就要用另外一只手 把木头压下去 再用力打点螺丝就可以了 好了安装完成第一个力柱 看一下大概是个样子 安装第二个力柱的时候 发现把木头侧握过来 这样打螺丝会简单很多 建议这么打螺丝 一下子就进去了 同样的步骤 把四个力柱都安装好 最终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下一步就要把底盘上的 这些木桩也安装进去 斜口螺丝的安装方向 应该是从短的木桩打进去 当然你也可以从长的木桩打进去 不过这样的话就不灵活 因为你所有的短木桩 就要按照长木桩的上的孔的位置 安装了 相反的话 如果你把孔开在短木桩上 你就可以这样随意移动 随意改变木桩之间的空格大小了 那么开始在短木桩上开孔 一样的步骤 因为短木桩也是1.5英尺厚度 和例如一样的 所以所有的工具都不用改 直接开始钻孔 这次记得要木桩两头都要开孔 因为两边都要供应在长木桩上 我这里一共是7个短木桩 你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增加或者减少 这样种植箱的底盘 就会相应的变得紧凑或者稀疏 这里都是重复的开孔步骤 详细具体步骤前面也有了 这都快进了 最终你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所有的短木桩的两头都有两个斜口孔 而且都在同一面 那么这样就对了 接下来开始安装这些短木桩 把底盘翻过来 放在一个椅子或者桌子上 这样方便打螺丝 同样的步骤 两个蓝色的螺丝电针打进去 还是一样 如果木头弹出来的话 就用另外一只手压住 再给螺丝一点力 打进去就可以了 好了 最后完成就是这样 试一试就可以感觉到 这个框架非常坚实 而且很厚重 接着铺上Garden Fabric 防草物 作用就是抓住泥土 和防备胜水 那么的工具是剪刀 和Staypler定书机 用剪刀裁剪防草物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步骤 处理侧板 整个种植箱的颜值 就会取决于这一步 所以领导也参与进来了 因为这个箱子 他要拿来种草头 草头可是难得的人间美味 有兴趣的老涛一定要试一试 美化的第一步 就是先简单清洁一下所有的侧板 所有的标签都撕掉 再拿一个湿抹布 把木板都擦拭一遍 这一步的目的是擦除木板上的大颗粒灰尘 然后仔细看这些侧板的边缘 特别毛躁 毛丝很多 而且还爆边了 是因为电锯和锯片的原因 所以这次连边也要进行美化加工 我手头有一个router 修边机 就用这个把所有的爆边都修一修 我用的这个头叫chanfer的头 修完边的木材 木材的边就会变成一个斜角 而且成品比想象的要好很多 一会就会看到 这套钻头很便宜 不到30 有很多的头 有需要的可以去简介里找链接 修飞机的使用方法稍微有难度 有机会的话 以后会出一个简单的教程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搜索 我看也有别的视频 是教你怎么用修边机的 其实就这么突然一下 边就修好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用 一起来看看效果 可以看到90度的直角的边 已经被修成斜角了 因为是第一次用修边机 视频里也其实看得出来 我没有修成直线 不过最后的成品 其实也看不出来这个的 这个斜边摸起来非常顺滑 对于这个结果我很满意 再看看还没有修的其他的边 那些边摸起来就会毛躁 也不顺滑 安全第一 使用修边机的时候 一定要带好护物镜 因为木屑很容易飞来飞去 最好手态也带上 步骤都是一样的 把所有的侧板的四个边 通通都要修一下 这里就快进了 一共是12块侧板 6短6长 48个边 整个过程其实也不长 刷底下就修完一条边了 建议找个有高度的椅子 或者小桌子 你看我这个椅子就太矮了 一直蹲着修边的时候脚都蹲麻了 强烈建议弄一套桌子和椅子 会舒服很多 这些就是最终的产品 侧板看起来和摸起来已经顺滑很多了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打磨了 我用的是Random Orbital Sander 砂纸机接线板 然后从比较小的木树开始 我第一次用的是120 可以看到砂纸的背面一般都会写 我打算从120开始 然后用180 然后220 最后400 一共四次打磨 当然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增加或者减少步数 简单来说 用的数字越大 和打磨次数越多 最终的木头就会更光滑 反之就没有那么光滑 稍微粗糙一点 安装砂纸的时候 注意只要把砂纸毛泽那一边 朝下安装就可以了 要用毛泽的那一面打磨木头吗 打磨的时候最好戴一个口罩 因为会有很多很小的木屑 护木镜也最好戴着 我发现我这里做错了 我把木板所有的面都打磨了 其实仔细想想 你只要打磨外面的那个面就可以了 因为朝着箱子里边那个面 你又看不到嘛 所以希望大家别犯这种错误了 这一步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要打磨四次嘛 那么我已经把侧板全部都打磨好了 上面还是有点木屑 我就偷懒用鼓风机吹一下 你也可以用吹风机 电风扇或者飞红浪的大的 你也可以用嘴巴 接下来要刷漆了 如果你的重置箱是放在室内 或者不会被风吹日晒 其实可以跳过这一步 如果放在室外 建议要做这一步 现在在地上铺一层东西 这里用的是塑料薄膜 好像是家电里什么用剩下的 没有的话你可以用报纸 快捷纸箱什么都可以 这些东西的作用就是防止油漆 滴下来污染地面的 然后拿个油漆滚笼 现在胖虎身上滚一圈 开玩笑的 不用做这一步 不过记得让小狗走开 别人想干活 由于侧板只有4.5英尺宽 所以用了一个小的滚轮 你也可以用刷子 完全没有问题 外面的Coding保护漆 买的是这种 是在Home Depot买的 写着Waterproof防水的木头 用的保护漆 这款是无色的 不过其实上汽后 木头的颜色会变得深一点 一会就会看到 如果你找不到 可以直接问Home Depot工作人员 我就是这么买到的 然后还要一个容器 用来放油漆的 这东西可以重复使用的 你可以用一层Foil烤箱纸 盖在容器上 用完一扔就可以了 或者你有一次性的纸备 也可以 倒出油漆之前 使用保护漆油漆分层 用一个木盒筷子 把油漆搅一搅 让颜色更均匀 这次打算一共上三层 戴上手套 开始刷第一层 用不完的油漆可以用保鲜膜盖上 防止干掉 节省是传统美德 如果要快点 你可以先气一面 然后再等两到三个小时 翻过来 再气零碗一面 然后把木板像这样立起来 根据热血传导公式 表面积越大 温度传导越快 这样干的会快一点 同样的步骤 再重复两次就可以了 最后完成 侧板的防水工程就搞定了 而且颜色看起来会深一点 最后安装前再试一试 看看尺寸对不对 放上三块侧板 高度正好 尺寸也没有问题 就要开始安装侧板钉螺丝了 这里其实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从里往外打螺丝 像这样 也可以从外往里打螺丝 像这样 从里打的好处就是好看 这样从外面就看不到螺丝头了 但是会需要更长的螺丝 螺丝长度最好如图所示 一定要长过第一块木头的厚度 然后打进第二块木头厚度的一半 很明显 现有螺丝的长度 只能让我选择从外往里面打螺丝 这个螺丝的长度是1.5英尺 再给大家看一下 短侧板的那一面 也是一样的 螺丝从外往里面打 1.5英尺的螺丝长度就够了 顺带一提 这些螺丝一定要买户外的螺丝 很简单 因为种植箱在户外嘛 风吹雨淋 不然螺丝会生锈 一共会用到很多螺丝 记得别买少了 一块侧板需要四个螺丝 那一共就是48个螺丝 最后我还装了轮子 所以如果你也要装轮子 那一共就需要64个螺丝 定螺丝会用到钻头和螺丝刀 步骤是先用钻头钻一个定位孔 然后再把螺丝打进去 切记定位孔的直径 大小一定不能比你的螺丝直径大 不然这个孔就不能用 我的螺丝直径大概是10.16英尺 值得注意的是 螺丝的位置千万要打在立柱上 这样侧板才能固定住 像这样的位置 打螺丝的时候取决于木头 如果你的木头特别硬 可以像这样用夹子先夹住 然后再倒螺丝 这样就不会被木头给顶出来了 这一步可以跳过 如果你不想装轮子 话说回来每个轮子可真贵 带刹车的一个要5块多 为了省钱 我就买了两带刹车的 两不带刹车的 总共大概20不到一点 都会改善所有木材的价格了 现在就是为什么之前说要买够螺丝 现在我就是螺丝不够用了 所以只能用蓝色的口袋螺丝了 这种螺丝比较贵 安装轮子的话要多加一个washer 电片 直径的大小要能让螺丝穿过就可以了 但不能太大 太大的话太松 你就会扣不住 电片的作用就是卡在轮子和木块中间 增加兽力面积 减小压强 防止开裂 4个轮子位置建议在4个角的边缘 这样方便打开和关闭轮子的刹车 然后用除草布 把种植箱的侧面也都覆盖上 一样用剪刀和定输机 最后再用螺丝刀在底部扎很多小孔 方便渗水和通气 不然根就泡水里了 那么大致上差不多就完成了 外观上看起来比之前的粗草版好看多了 而且你可以依照个人喜好上不同的颜色 而且这款可以拖拉 方便移动 轮子的刹车也可以确保种植箱不会乱跑 仔细看了下箱子还有些侧边没有上漆 这里用风 brush 泡沫刷子把保护漆涂上就可以了 最后其实还替大家踩了一个坑 当时买轮子的时候 我是特意看了尺寸的 4个轮子标的都是2英区的尺寸 结果显而易见如图所示 4个轮子的高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大概明白轮子标的尺寸和高度没什么关系 所以导致这样的情况 总之你要买装轮子的话 记得不要偷便宜 要买就买4个一样的 最好还是带刹车 不然哪天刮大风 相机就会吹走了 好了终于完成了 还是挺满意的 而且种下的草头已经长得不错了 那么下次再见了